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奇门现场 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小涨了 9.62点 刷盘指数10886点 涨幅0.09% 成交金额1171亿元 而OTC市场也是小涨了 0.24点 刷盘指数141.82点 涨幅0.17% 成交金额331.11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证券分析师翁伟杰 现在台北股市又在这个地方 看起来是一个来回整理 这个整理盘会一直整理多久 然后影响的时间会多长 整理多久 而且幅度大概是一个 什么样的范围 未来可能整理完了之后 是什么样的走势 风云早 大家早 先跟大家更新一下 国际的动态 基本上国际上面都是 消息面的传递 在影响市场上的变化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影响台北股市最重要的有两个指标 大家一定要稍微留意一下 在短线上面 第一个是美元指数 第二个是非常大问题指数 那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最近在跌完之后 它又开始出现反弹 那我们认为美元指数 它的关键的一个强弱的分界点 大概在96.8 那这96.8只要它往下跌破 代表新台币会升值 新台币升值就代表台北股市 将会有一些资金行情的这个机会 那么按照美元指数 现在外资从基本面 美国基本面去做预估的话 美元指数其实是隐含的 15%的贬值空间 所以只是说这件事情 可能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很明确的发生 所以在这边呢 全球股市也开始出现一些震荡 包含台北股市 在最近这几天的 这个盘式当中盘中的震荡 大概都非常的小 那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美元指数未来的一个贬值的发展 另外在废半指数的部分 就要特别留意一下 在6月11号跟6月20号的 这两天的高点 连起来的这个水平线 6月11跟12号啊 6月11跟20 跟20 6月11跟20 对 这两个高点的 连出来的这个水平线 会代表费半指数 这一个季度以来 它出现的一个 短线的底部形态 那这个颈线 只要它能够守得稳 不一定要大档 它只要不跌破 对台北股市来说 台股基本上都不会有 打跌的机会 就是费半指数 就这两个 那回过头 我们就看一下台北股市 现在目前呢 台北股市它 它的这个短多的格局 当然是持续的 那当然我们在上个礼拜 有特别提到 7月3号的这个空方缺口 是已经进行了封闭 所以台北股市在短线上面 的确是转强 没有错的 那7月10号的这个低点 就变成是台北股市 短线上面的一个支撑 所以我们多头是看支撑 不找压力 所以也不用说 到前波高点 就一定会跌回来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只要这个支撑 7月10号这个低点的支撑 能够守得住 台北股市基本上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为 是一个强势 就10723点 对 这个不要跌破 对 而且在这个礼拜一 还有一次下影线的 一个确认 所以基本上 撑在7月10号以上的机会 应该是比较大 除非有这个国际性的 一些相关的 这个预期外的一些利空 或者是一些事件发生 否则我个人认为应该台北股市 强势的机会 还是比较偏大 那技术面来看 我们就看这个季线的扣底位置 现在目前季线的扣底位置 是在大概10900点 到11000点这附近 而且在接下来的13个交易日 会一直往11000点上面 去做扣底 所以现在目前台北股市的季线 仍然是呈现下弯的一个格局 下弯的格局 那么如果说接下来台北股市 能够称在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这个7月10号的一个支撑之上 超过13个交易日 那么对于台北股市来说 季线就在13天之后 会出现走平翻扬的机会 那么就代表台北股市 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 是有利于多头攻击的发展 所以虽然说现在台北股市 它的反弹到现在为止 它的位置有点尴尬 不过我们就线论线来说 它是短多强势的 这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在季线之上再撑个两个礼拜 对大概两个礼拜 两个多礼拜就可以了 基本上台北股市就有机会 再回到多头的格局当中 而且现在季线的位置 距离刚刚你所提到的 这个7月10号的低点 其实也很近 很近很近 等于就是同样的一个情形了 没错 那另外在成交量的部分是OK 因为最近这一个礼拜以来 台北股市的成交量 大概都维持在月均量之上 就是都超过了1100亿 所以在成交量的部分 台北股市是没问题的 那另外在新台币的汇率的部分 就跟刚刚我们提到的 美元的升并有关 那现在目前新台币的汇率 是相对比较稳定 可是比较可惜的地方是说 就算它汇率比较稳定 然后看起来国际上面的一些 这个利控因素好像也都消除 可是都没有看到 外资大量回头买超 台北股市的一个状况 也没有出现连续性的买超 那么我们把它定义 就外资动态太保守了 对 那我们把它定义一下 外资什么样子的情况 叫做偏多的买超 就是超过50亿以上的买超 而且至少连续三天出现 那么代表外资对于台北股市 在下半年 它是有持续在布局的一个状况 那么当然也不排除最近的拉 就是往上定高指数的动作 是为了今天的台子级结算 所以台子级结算过后 外资的转仓之后的一个流仓状况 然后跟他们的这个筹码 买卖超的一个动态 就变成关键 那另外在结构的部分 这是我们比较重视的地方 结构的部分 电子股已经开始出现 转强的一个结构 那也突破了五月底以来的 这个上升楔形的一个区间整理 它在突破了 那所以呢 在金融股的部分反而是休息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在电子股的部分 反而在盘面上的一些资金的流向 是有开始慢慢的转向落后补涨的电子全值股身上的 所以其实在整个台北股市的结构上面 主流就是在电子 那过去电子股的表现一直都不明确 那么在最近这一个礼拜以来 针对于美国对华为的这个禁令的解除 那么会让整个华为手机败布复活的机会大增 所以其实在国内的这些电子全值股的表现 也开始有一些明显的上涨的一个状况 那么尤其是在台积电的部分 这个是在礼拜四会召开法术会 那台积电的部分是外资已经连买四天 那么我们判断有可能是在压保 礼拜四的法术会行情 他们压保大概法术会会讲得不错 那么当然在今天的 也合理啦 你看他六月营收表现那么好 对那也要稍微观察一下 因为今天的这个台积级结算过后 这筹码会不会松动 因为他买造的张数其实不多 那会不会是为了定高指数去进行结算 不确定 所以如果结算完之后 这个筹码没有跑 那基本上就是确定他是压保法术会 那么整合一下最近台积电盘面上的一些相关的消息 大部分的外资又已经开始看好台积电的下半年 那么再加上AMD的7奈米订单 比特大陆的这个7奈米订单 甚至连三星也很有可能把7奈米的订单下给台积电 然后另外如果挥打的部分是真的没有掉单的话 那么这个礼拜四的台积电法术会 我们可以合理的预期有可能台积电会上修今年的营收状况 那所以在最近这几天突破了这个泄行区间的一个状况 就变成是台积电带动 它又回到电子股的领涨指标的地位 而且它是持续上涨 所以其实重点就在于今天结算完之后台积电筹码会不会松动 没松动的话 那么这样子的这个法术会的结果其实是可以预期 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就在红海 昨天的红海表现是非常的强势 它是带量突破了7月份的高点 而且呢外资也开始出现了比较大量的买超 那现在的上涨 它是面临到前一波到5月13号的这个空方缺口的压力区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80块以上对红海来说都是压力区 如果它在昨天的带量之后都还能够持续的把股价往上电高 那代表前一波80块以上的压力已经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消化殆尽 那么去挑战前波高点的机会就比较大 那另外在大立光的部分反而是比较震荡 不过呢从整个6月份到现在的一个走势来说 它还是属于缓步电高 所以从整个台积电 红海跟大立光的走势来说 基本上对于电子股来说都是相对比较强势的表现 那么另外也带出了一些在台北股市当中投资朋友可以布局的机会 那么我们刚刚有讲过资金的流向是从中小型股 要流向大型的电子全资股的落后补涨行情 所以这三网应该很重要了 对 都非常的重要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台湾50成分股里面的电子全资股 可能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布局的方向 所以其实我们就线论线来说台北股市是已经短线确定它是转强的 那所以可以开始去进行着量的布局 不过因为台股的位置是比较尴尬 它一直卡在比较相对的高档的位阶 所以其实布局的部分大家可以着量布局 不需要说一下子就把重仓下去做布局 这个是比较危险 我们不建议的 就是分批 你看在这边突破了形态的时候 可以先着量先布局一些 那等到 而且您的目标是大型全资 对 大型全资股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不管是在我们刚刚讲到台积电 鸿海 其实包含像是日月光 伟创 人保 光宝科 盐华等等 其实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 大致上外资的筹码都不离不弃 都还是存在 甚至都还有持续买超的发展 所以回过头还要去找布局的机会 中小型电子股大家很难入手 原因是因为它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当中 飙涨的幅度太大 然后大家就觉得好像追高有点危险 那没关系 如果追高有风险 那我们回过头来找 低档的这些全资股去进行布局 因为如果说未来大家预期台北股市 是有一个选举行情出现 那势必在指数上面 一定会有持续垫高的发展 那如果要把指数垫高 最重要的一定是全资股 所以其实站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说 不管是在技术面 或者是在筹码面 甚至是在未来我们预期的 这个消息面的这个氛围当中 其实我认为在这些电子全资股的 落后补涨行情里面 其实反而是可以期待的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证券分析师翁伟杰 谢谢大家